厨师防顾客腐蟹在菜里面加清大霉素 性质有多恶劣 有哪些严重的危害呢 如果您知道在饭店里吃的菜里面 被厨师添加了清大霉素 为了预防顾客的腐蟹 您会有何感想呢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江苏南通的一个大酒店厨师 为了预防顾客吃饭后出现腐蟹 于是在投菜里面添加了清大霉素 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您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吃下了清大霉素 对健康会带来哪些危害吗 清大霉素是一种广普抗生素 主要用于治疗一些细菌的感染 以前的老人肯定知道 经常有孩子生病去诊所挂睡 后来就失聪了耳朵听不到声音 还有的出现了肾衰竭 这就是清大霉素带来的终身伤害 清大霉素可能会引起肾损害 使用之后会出现脊肝和尿素蛋的升高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急性肾衰竭 使用次数越多 时间越长 风险就越高 清大霉素有耳毒性 少数人使用之后会出现听力的损害 耳鸣甚至出现血晕和平衡失调 有的患者一旦出现 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清大霉素还有引起过敏反应 神经肌肉的组织 以及消化系统的反应 也有的人使用后出现肝功能的异常 因此清大霉素作为很老的抗生素 只用于特定的人群 对于有肾功能不全 或者潜在肾功能损害的人 有亲历障碍的人 新生儿和老年人 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 都是禁忌食用的 请问在酒店里吃饭的人群中 是否会有这些敏感的人呢 食用后会带来的后果 有谁能够承担呢 食品安全重于泰山 别再伤害无故的老百姓了 行吗